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的这台MacBook Pro是2013年末的 第四代的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目前最新版的酷睿是第十代 没想到我这台七年前的老笔记本 仍然可以安装前几天新发布的 苹果最新操作系统 MacOS Big Sur 我这台MVP默认的系统版本是10.9 每年更新一次 我一路体验到了10.15 一共用了七个操作系统 Big Sur是他能体验的第八个操作系统 可能是最后一个 这些操作系统的版本 运行最流畅的就是10.9 比10.0到10.5流畅度要好得多 不在一个级别上 但10.9的界面落后一个时代 现在Big Sur 11这个版本的界面 又领先一个时代 这台笔记本相当于经历了三个时代的界面 MacOS 11已经下载完成 硬盘空间也腾出来120GB 时间机器Time Machine也做好了备份 经过几天的犹豫 我准备升级到最新版MacOS 11 升级之前犹豫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升级之后速度会变慢 第二主力软件不兼容 第三Bixer系统更新 主要是针对苹果自家M1芯片的更新 老的英特尔芯片的苹果笔记本 还有升级的必要吗 升级之后速度肯定会变慢 只是慢多少的事 主力软件目前可以用 我也看了软件官方发布的声明 随着软件开发商不断更新 兼容性会越来越好 最后一条 虽然MacOS 11主要是针对苹果自家M1芯片做的 但截止到2020年 苹果已经卖出了那么多的英特尔芯片 难道都不升级吗 我这台七年前的MVP都用了八个操作系统了 那些2020年才买的MVP的同学 一直停留在10.15 我觉得不现实 所以我选择了升级 在更新之前 我做了个记录 记录一下MacOS 10.15的速度 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也就是用浏览器打开苹果官网 苹果官网的产品介绍页面都很长 动画效果也很多 能吃满老电脑的性能 我一共做了三个对比 一个是MacOS 10.15的速度 一个是MacOS 11.01的速度 看一下升级前后的速度对比 下面是谷歌浏览器 下面是Safari浏览器 我们注意看MacOS顶部的温度变化 浏览网页速度提升也很快 这说明CPU在全力运行 从开始的50多度 现在来到了60多度 不论是谷歌浏览器 还是Safari浏览器 流畅度都非常勉强 有些过渡动画看不到 卡顿跳针 还有一个是Windows 10台式机的速度 这个台式机的CPU是E3v2 相当于是2012年的老爱奇 比我手上这台2013年末的 苹果笔记本还要老 但它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具体请看视频演示 这台台式机的分辨率是2560x1080 比苹果本的2560x1600少了一些像素 但能清晰地看到渐变和过渡动画 因为这个台式机的性能足够强 足以运行苹果官网的视觉动画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苹果官网的动画效果 特别是这个第一屏的效果 如果是用13寸的屏幕 是看不到这个第一屏聚合的效果的 这是因为可视的分辨率不够大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快速滚动页面的效果 我用的鼠标是罗技的G502 它的滚轮可以切换成无级变速 速度会特别的快 因为这个网页有很多动画效果 我们看一下 它在快速滚动时是什么样的 下面再看一下 在升级了BX2之后 网页浏览器打开速度是怎样的 先看一下Safari 为了看动画效果 我特意放慢了滑动速度 在升级了BX2之后 再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我感觉比之前的效果还要好一些 还要更流畅一些 至少说卡顿和刁针有明显改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集再见 阿柴 阿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